你好 今天来讲一个科学健康的话题 跟人体身体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话题 大家如果在吃饭用餐 您就别听 您不要吃饭的时候听 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不舒适 这个话题 但是不吃饭的时候是可以的 因为今天我看我老婆给我发了一个 她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一个帖子 有一个网友写的 给她觉得挺好笑的 这个网友他说 我爸爸的一个批 让我恢复了失去一年的嗅觉 我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没有问题 但是去年的八月份阳了 后来慢慢恢复之后 就失去了嗅觉和味觉 后来恢复了大概70% 但绝不是百分之百 有很多我自己感觉还不如原来那么灵敏 但是她说我没有想到周末在爸妈家里看电视 万籁聚集当中 我爸放了一个巨臭巨响的屁 差点把我熏哭 当时只觉得感到窒息 结果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 我突然闻到了久违的泥土的味道 甚至连路边的野花的味道都闻到了 真没想到我爸爸的一个臭屁 让我的嗅觉恢复如初了 其实她说的这个事有很多网友也提过 疫情之后有的人痒了之后 你要去闻一些像芥末 或者是柠檬等等刺激的这种味道 帮你去激活你原来的嗅觉或者味觉 是有人有这种情况的 那么他提到了一个放屁 那么放屁呢 实际上它是一种味肠胀气的一个科学的现象 俗称放屁 所以我也先讲讲科学 再讲讲我身边的故事 那么先说科学呢 人们会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排气 那么科学家呢 做了一些理论研究 把跟排气有关的问题解答清楚 消化道里面当中有一些空气是正常的 同时呢会有压力 在你吞咽的时候空气会聚集 消化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气体 但气体聚集过多的时候 身体就会将其释放 那么释放呢 通过两类方式 一个是打嗝 一个是排气 排气呢 就是大家俗称的放屁 那么多久一次呢 一天啊 每个人一天正常的约产生 两升左右的胃肠气体 人们每天大约排气 14到21次 当然这包括打嗝 也包括打嗝和排气啊 那么哪些食物会产生这种胀气呢 常见的豆类 高纤维的蔬菜 像卷心菜啊 西兰花啊等等 碳酸饮料 以及果糖 同时呢 还有很多的肉类食品 那么为什么这种气体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异味 那么会有那么严重的臭味 那么有异味的原因在于你体内的有的食物没有被有益菌 这个吸收 同时呢 还会发酵产生未消化的食物 产生一种甲烷和硫化氢的混合气体 就会让人觉得味道十分难闻 像臭鸡蛋一样 大部分的气体呢 是无味的气体 像氮气氧气氢气 二氧化碳等等 硫化氢是帮助你消化难以消化的食物的时候的那些微生物啊 就是那些益生菌 它们产生的废物 所以在你的排气过程当中可能会闻到这个异味啊 那么瘴气呢 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所以呢 排气过程当中 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生理需求 如果你不能正常的代谢 就会发生这个胃肠道的问题啊 我们通常排气的声音啊 就这个声量 它这个大小是怎么产生的 俗称啊 就放屁的这个声音 那么它主要取决于呢 你肠道的压力 还有呢 就是肛门和臀部形成的肌肉共振 以及气体推进过程当中 扩约机 它的扩张大小 这也类似于现代乐器当中 那个小号和大号 它的发声原理是一致的 那么这些气体的呃 声量还取决于 它的气体总量 推动速度等等其他因素 那么如果憋住不放啊 咱们俗称我憋住不放屁 那么会有害吗 一定会有害啊 不管怎样 胀气都会以各种方式释放出来 如果因为在公共场合 呃 怕引起尴尬 那么你这种呃 憋住的方式呢 只会让胀气聚集 导致负胀 甚至负痛 所以呢 请你放松尽快找到安全地点 将它释放啊 那么放屁会不会传播细菌 没有证据表明细菌可以通过胃肠胀气传播 除非啊有粪便 那么还有一些具体的事实 女性实际上比男性这种排气更多啊 当然有的是打嗝啊等等啊 但是如果他们呃 放屁的话会更加谨慎啊 如果这个屁当中啊 这个气体当中有氢气和甲烷 则可能会引发易燃物 但科学家科学家建议任何情况都不要去尝试测试这种易燃气体 那么这个排气啊 就俗称放屁 这过程当中 它的速度约为每秒10英尺 这个速度呢 相当于呃 气象学当中的二 二级峰的这个速度啊 每秒10英尺 呃 大约呢 相当于每小时 6.8英里 那么同时 瘴气的聚集 释放之前的那种瞬间情绪紧张不安 有些人试图生理性疯堵 表现在 不想打扰别人 并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进行控制 那么这往往会给人带来更大的情绪压力 对身体是有害的 那么俗称呢 叫放屁人者啊 就不要去做这个人者啊 就你要找到地点去把它释放出来啊 那么在公共场景当中 社会学家也做过调查 因为这种放屁造成的肇事者内疚 产生的尴尬事件形成了人们普遍存在的社交困扰啊 就说在公共场合人群多的地方 哎呀 突然放个屁被周人听到了 确实很尴尬啊 这是一种社交困扰啊 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啊 这个生理的需要 那么呢 我自己生活当中呢 也遇到过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总结啊 比如说呢 这个放屁的这个事情呢 有几个特殊情况啊 在这个特殊情况里呢 也普遍存在的啊 这个有代表性的情况啊 你比如说呢 有一种它是环境密闭啊 造成的持续停留 会造成啊 你肇事者尴尬和对方的不约啊 你举个例子呢 就是我开Uber的时候啊 开Uber 当时呢 有一年冬天啊 开Uber 完之后上来一个洋牛 很漂亮啊 金发碧岩的坐在后腾 我能后视镜一看 哇 这洋牛挺漂亮 哎 开着开着 呦 哎呀 就要放屁啊 哎呀 这我就感觉啊 这个这个 但是我无法预估 它的音量有多大 那么我就把我的这个半导体啊 声音给它调大一点 呱 背景音乐大一点 我一调大 他本来低头看手机呢 做后腾 你就不介意啊 反正你不让你怎么突然把声音调大了 我就把窗户开开了 窗户开了 一放那不是味儿出去吗 我一想这么漂亮的洋牛 做后腾 咱在这放屁 多多多多讨厌呢 这这这 多么不君子啊 我这看 哎 这屁就出来 出来肯定是没有生意 这我是知道的 但是这个味道是非常浓烈的 哇 然后我开窗户 后边这个姑娘 一抬头 跟我说 BOSS快把窗户关上 哎呀 外头太臭了 啊 我说是吗 我说这是是吗 我怎么没问到 我看看 他说 然后他说可能有帽子啊 你周围怎么 啊 我说行 唰 我就关上了 我故意把 把这个速度 把这个这个动力 动作放慢一点 那意思的多散散味儿 我再关窗户 唰 我一关上呢 我就闻见 它还有残余的味道 这就是因为 在一个密闭环境当中 啊 它会持续停留的 那么这个杨牛座后呢 一会儿觉得不对 这味儿 然后就看看我 从后视镜 我一看 我说sorry 然后他就啊 一笑 明白了 明白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心想你让我关窗户 你还活了吗 我这开窗 为了你好 他还让我关上 所以呢 这属于环境密闭 啊 持续停留 那造成的 还有一种啊 是 锋利驱动 啊 加大扩散的效果 这个事儿呢 是发生在我们一个高中同学 小虎啊 这小虎啊 是我们同学当中有名的屁神 小胖子 小胖敦 哎呀 那个上课的时候也是 有时候捏屁啊 有的时候响屁啊 反正在上课的时候 还好点 他忍着 一下课呢 男同学凑一块 他就肆不忌惮 有一回他坐公交车 放学回家 然后呢 坐公交车上呢 他带着这个耳机 听歌啊 听音乐呀 然后一般来说呢 五六点钟的时候呢 有那个向上广播 他听那个 一般坐公交车上啊 以前的公交车上也都放各种各样的广播啊 交通台呀 广播电台的呀 有点背景音乐似的 那一天就特别巧 那车上没有 没放着 你根本没开 他带着耳机呢 他就不以为然 他觉得车上还有这个声音呢 他就上了车了 上车之后 扶着一栏杆 站着没坐 站着 然后他这里边听着挺美 声音挺大 然后就肆无忌惮的 叮棒叮棒叮棒 那放 放了大概两三个吧 没有 我刚才描述这么多啊 反正放两三个 味儿也挺冲 然后他站着呢 他这个 他这个站的这位置呢 前头人家有开窗户的 后头也有开窗户的 这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过堂风 然后坐在他后头有个大叔 有个大哥 舔着大哥吧 拍拍他 后背肩膀拍拍拍他 啊 怎么怎么 怎么了 拜拜 哎呦 宝贝 好假 你往那边冲点行吗 我这好 你这放屁 声音那么大 哥还这么臭 我天哪 我这下风口 我都晕彻了 您知道吗 哎呦 是吗 拜拜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那旁边 哗哗哗人家几个 这个有岁数大的 有大姐 就乐了啊 然后有个大姐帮他解围 没事没事 这宝贝长身体 放屁 孩子不都正常吗 那行行 冲点那边 好 我这都晕彻了 给他弄的也挺尴尬 不好意思 他说我一摘一来 我一听 这车里怎么没东西呢 感情今天 没开 没开广播 再赶上 碰上一红绿灯 那车停在那 就很安静 前后啊 左右人家再有开窗户的 这就形成一下风口 那大哥在后头 一点没浪费 全让人家给吸收了 那就是因为 他有这种风力驱动 加大扩散的效果 所以当然呢 他上中学人都知道 穿个校服 背个书包 孩子 没事没事 弄他挺尴尬 回来给我们讲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我碰到过的 叫气味雷同 气味雷同 造成的人群恐慌 这个呢 是我当时呢 跑业务的时候 跟我们办公室 一个小伙吧 小刘 我们当时呢 去各个卖场啊 超市啊 我们有产品 有供货在那 然后呢 到那去寻电 看看人家店里的摆放啊 展示面啊 然后跟人家店长啊 或者采购聊聊啊 我们的海报能不能挂呀 或者做个堆头啊 等等吧 还有一种类型呢 就是那种老婆夫妻店 就是小区门口 这个夫妻两口子 开的那种小超市 或者就有的小窗口 就是小卖部那种 也有我们东西 然后有那种 小区门口的小超市 也不大 一百多平米 当时我们就寻电 去那种小超市 有个两口子的那间店 到那去 看看我们东西在哪 问问大哥 老板还有什么 需要我们帮忙的 展示面怎么样 东西卖的行不行 需不需要给补补货 然后我们海报挂没挂 就跟人聊聊 然后我正跟人家老板呢 跟人家大哥正聊着 我们这小刘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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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跑到里头去 他那里头有个冰柜 就那种小卖店吧 他啥都有 什么锅碗飘 锅碗飘没有 就是油盐酱醋啊 各种零食啊 吃的呀 还有点菜呀 有的时候人家有个冰柜 里头搁点酱货 烧鸡啊 火腿肠啊 什么酱牛肉啊 猪肝啊 酱货 就这种东西 熟食啊 回群衣切 下个韭菜之类的 在天津很多 然后呢 他就跑到那冰柜那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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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圈 我跟人大哥心想 咱出来你跑 你自己下溜的啥 你赶紧跟人说完 咱就去下一家了 一会笑咪咪的回来站我旁边 干什么呢 我跟人大哥说 一会儿那老板娘溜溜溜溜溜 奔那里头去 奔那冰柜那 当那冰柜一会儿就喊起来了 哎呀 凤喜你赶紧吧 给那秀饼柜打电话 好嘛 这饼柜没秀豪啊 根本不治郎 这些酱花固计都臭了 好 这味儿啊 肯定都臭了 那老板 怎么意思 怎么回事 他过去看看 一看 呦 这肯定饼柜没秀豪啊 赶紧打电话吧 这酱花都臭了 然后他就 我们那小刘儿冲着我 就执几个眼 干什么 干什么 这就推散我出去 我怎么了 我在那饼柜周围放了好几个屁 好嘛 我天 我说那屁得多臭啊 就腥臭腥臭的估计是 所以他那一放屁呢 就会造成气味雷同 而且确实上个礼拜 这个小两口 人家那个 人家这个店 冰柜坏了 确实有东西 这个这不治郎了 坏了 有那臭味 人家老板娘去看 呦呦这臭味 好嘛 人群恐慌 造成这种 所以呢 这就那小刘干过啊 还有一种啊 比较特殊情况啊 也我碰到过啊 就是你会在一些特殊材质上面 在那儿如果说 呃 放屁的话 会产生一种强力吸附 造成的延迟释放啊 延迟释放的这个味道 这个呢 就跟小虎有关系啊 我们这高中同学 我们有一年啊 暑假 去我们一个高中同学家里边了 打电子游戏 他啊 有电子游戏 但是不敢在家里面 在他爷爷奶那儿搁着 他爷爷奶的呢 跟他爸妈也住一小区 他夏天到他爷爷奶那儿 上爷爷奶那儿去 看 其实是来打游戏去 把我们几个同学叫去 他奶奶呢 白天找不知道干嘛去玩去 反正跟老伙伴 他爷爷呢 总在小区门口 跟几个老头上下下棋 下棋 白天也不在家 下午也不在 我们几个同学去了 他爷爷呢 是一个小毒丹 也不大 然后上那儿有个电视 他把机器摆在那柜子上边 我们一堆人呢 就就一个两个单人沙发 这边有个床 所以我们都得挤在那床边上 床檐上那个 坐在凉行上 踢了 踢了 轮流打 打游戏 然后那坐 有的时候硬呢 哎 那小虎那天 他爷爷有那么一个茶叶枕头 茶叶枕头呢 就是那种老人啊 吃的那个喝的那个茶叶 茶叶渣 他不扔 晒干了之后呢 哎 把他续枕头 续这种枕头呢 清香明目啊 这个这个人睡觉很舒服 然后呢 小小虎一看 哎呦 这太硬了 这都急着 哎 那有个枕头 高崖也合适 瞪过来就搁屁股底下了 快快快 打游戏 玩儿笨 特美啊 玩儿笨 没 然后转天 我们那个同学 到我们又去 叫我们去了 跟我们急了 倒霉小虎 昨天肯定在这干坏事了 他今天 你看他今天 这不来了吧 来了我跟着急 然后我们说怎么了 哎呦 我说你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爷爷吐了 啊 怎么回事 说我爷爷吐了呢 完之后我奶奶呀 就说 哎呀 可能啊 这个晚上炒那盘豆芽菜 炒豆芽啊 豆芽菜可能没炒熟 食物中毒 你爷爷可能食物中毒了 半夜吐了 好嘛 就打电话 把他爸妈也在小区叫来了 好 这老爷怎么会食物中毒了 别有危险呢 他爸妈来呢 在他爸妈 他也去了 我们的同学也去了 在这忙活过程当中呢 看老爷子好点了 然后呢 他妈妈就觉得屋里有味儿 然后就靠近 怎么看这盏头 怎么这么 这盏头这么臭呢 我们的同学过去闻 破案了 我知道了 这盏头就倒霉小虎那屁味儿 就是他的屁 好见那盏头闻的啊 就跟从地垢里捡出来的一样 我天 给他气得够呛 转天我们去了 说倒霉小虎 你看今天不敢来了吧 结果一会儿小虎来了 小虎来了 然后我们的同学就骂他 你是不是坐烟的枕头上放屁了 对呀 打电子游戏嘛 那那怎么了 哎呦我的天 那真的没法弄 你闻闻 我哪里都拿阳台外头晒下了 搁在外头晒着 拿棍儿敲 然后后来我们说 晒了一个礼拜 那味儿才散 就是因为他那种柴叶枕头啊 本来是清香明目的 但是你在这上面放屁呢 他有一种强力吸附的功能 就像类似于活性碳啊 他强力吸附呢 但是他还会延迟释放 你想这老爷子 这爷爷晚上都吐了 你想这这这多难受啊 你可想而知那个味道 是一般人受不了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啊 我知道碰到过的这种情况啊 当然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场景 比如说刺生灾害 刺生灾害呢 就是说 如果你在排气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带出一些粘稠的粪便颗粒 这种呢 就属于你说你说 你如果在外面啊 你这个换裤衩啊 还是怎么样的 这就很不方便啊 这会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 刺生灾害啊 会呢 造成你自己的个人困扰啊 所以这是一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但是在老年人身上是有的啊 因为原来我们带团就碰到过 因为我大叔大妈嘛 然后在车上老太子就回头跟我说 他说这鬼怎么走狂那么臭啊 那怎么车里有味啊 我说不会啊 然后我过去看什么 也找不出这东西 我是以为呢 就客人带的东西啊 比如他吃的零食啊 或者老头老太太自己带吃的东西 有一味坏了 可能有一味 但是怎么也没找出来 后来呢 转天有个大爷跟我说 他说昨天坐我旁边那个老张 他放屁说带出点屎啊 就粘着呢 所以呢 他这一天呢 就挂在那裤衩上走来走去 那坐在后腿 哦 我说这个情况 他说四九大 我说我明白明白 能理解 能理解 那四九大呀 他的肌肉松弛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 哎 有这种刺身灾害 当然这个呢 对那个就那种 那个大爷呢 他自己啊 会造成一天啊 困扰 那第二天就好了 那大妈说呢 后腿有味呢 那就那就只能那样啊 当然呢 这个放屁呢 孩子啊 像我女儿刚开始 他第一次放屁的时候 我也觉得是一个挺开心的啊 他那看电视 小的时候站在那个沙发上看 突然放了一批 他自己不知道是什么 吓哭了 这个我不知道别的朋友 有没有遇到过 还有呢 就是小的时候啊 他分不清楚 什么是放屁 什么是拉臭臭 其实这个东西 你看也是 人是一个循环 你小的时候 真的有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没有认知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妈妈拉臭臭 跑到厕所 不 放了个小臭屁出来了 我放了个小臭屁 有的时候在外头逛商场呢 逛超市呢 妈妈拉臭屁 哎呀 急得要命 赶紧带到厕所去 到厕所去 不 又放个小臭屁 他自己搞不清楚 其实你说老年人也是一样 他就是一种循环 我说那个大叔 在车上 他有的时候 他真的控制不住 所以也会造成 他自己无法控制 这是一个正常的 那么我其实呢 记得 我曾经看过 跟放屁有关 挺温暖的一个小故事呢 就是 有一个韩剧叫 搞笑一家人 那个挺有意思 那里面有一个当事人叫李俊和 那个是一个家里的老大 那李俊和呢 就是傻傻乎乎 挺乐乐呵呵那么一人 爱放屁 那李俊和 他的妈妈总跟在他的屁股后边去闻他的味道 闻我这大儿子放这个屁的味道 为什么 因为放屁的味道的浓烈特别臭还是怎么样 他是代表你身体当中可能有不好的肠胃的问题呀 脾胃的问题 他妈妈就在后头总去闻 然后自己上网去学 开这个药材给他调理 给他喝专业的那种 当时那个剧里面我记得是韩中药吧 大概也类似于中药 调理 慢慢慢慢 哎 他这个大儿子李俊和这个屁的味道就正常了 那妈妈就特别开心 其实是一个喜剧 但是你会看着很感动 只有真的是你爱你的人 追着你屁股后边去闻这个味道 才能检验到你身体是不是好 其实也是一个挺温暖的一个小事啊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话题呢 YouTuber很少有人说 我也不想把他就是聊得好像 哎呀 很脏啊 很恶心 也不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事啊 但是很少有人讲 但是同时呢 我觉得我们身边的人啊 应该给予这样的朋友 给这种社交困扰的朋友卸包袱 就是他本身 哎呦 这周围全是人物 可别在这放啊 他紧张的 脸红波子糊的 他压力很大 但是放了之后呢 哎 突然这声音一大呢 别人听到了 他很尴尬 所以咱们更多的朋友呢 都相互理解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多多的包容 啊 或者说呢 轻松的啊 跟他一说 哎呀 没事没事没事 不就完了吗 对吧 给予啊 大家人与人之间相互更多的包容和开心 来化解这种当事人身上的造势者压力 和他的这种社交困扰 不要去做一个放屁忍者啊 就正常舒适的把他释放出来就完了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 请大家点赞 订阅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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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